这个问题就是说 老胡曾经说过 20万理论和饭店理论 是老胡三大理论发明中的其中两件 我讲四大发明 如今几年过去了 我想知道第三件发明是什么 我觉得最可能是开始的方法 和律师发万税 老胡如何想的 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当然我讲老胡的四大发明 开玩笑讲的 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我认为 如果要选来选去 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方法的话 20万理论告诉你 你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 你不要看清自己 你就现在你这个样子 你不发财 你不出名 你这个世界上最少有20万人喜欢你 解决你这个做事的心态问题 在做自媒体这个方面来讲 我有普通话不标准 我英文不标准 我长得又不漂亮 我甚至都不是美少女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自我的负面的暗示 20万理论解决这个心态的问题 你可以去做 你是带着使命感来的 你一出生的时候 你从受精那一刻 你就是一个优胜者 你打败他数亿的对手 你非常了不起 不要看清自己 第二个是饭店理论 就是不要左挑右挑 挑到一个全世界都没人做的 然后你来做 每天都有饭店开张 每天都有饭店倒闭 不是饭店生意不好 而是你会不会做饭店生意 所以不要调 这个探店能不能做了 街坊能不能做了 手工能不能做了 SMR能不能做了 都能做 都能做 全能做 找一个你自己感兴趣的去做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这两个问题想通了 下面一个东西就是 从开始开始 那么你去开始做就是了 别急急歪歪 别准备三年 别到什么传媒大学 去学一下自媒体 或者是市场营销 学个三年 别折腾 马上就开始 就这么简单 第四个 我不会选60分万 所以我会选按需学习 因为你开始问题解决了 那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你要解决那些问题 就是按需学习 不要过度学习 所以你看看 第一个解决你的心态 第二个解决你的赛道 第三个解决你的行动 第四个解决你如何的持续行动 并取得结果 这很完整 对不对 所以这是老胡的四大发明 厉害吧 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那60分万岁的话 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它上升不到理论高度 是这个意思 好 好 感谢观看